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也有所认同 所以才会今天大家都出席到这边来听这个讲座 其实好的孩子呢 是 其实是要靠教养出来的 那在教养孩子的这个点呢 其实看起来其实很像很容易的话 可是其实它是一门的大道理 有的妈妈常常会打电话跟我们讲说 孩子怎么叫到你的手上 怎么这么乖 啊回去怎么就是一条龙这样子 哦真的是吵得我那个头都快要爆炸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伤起呢 我们的成长之母吴娟玉老师呢 来为我们家长今天做这个亲子的沟通的讲座 那希望呢借由今天的活动呢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祝在想所有的家长 顺心快乐 谢谢 谢谢 我们来站起来 好 来站起来 要来跳舞喔 今天成长会很靠完喔 好 来 音乐 对对对 啊 您再追来 来啦 来啦 这个学校那里等呢 你要多少人站都OK的 对不对 太棒了 啊靠气靠气 不会怀孕 不会怀孕 真的不会怀孕 健康男同学怀孕 再往后退三步这样的话 我现在问个问题 如果yes就要往前走一小步 这样可以吗 最近一个礼拜 有认真听你小孩讲话的人 往前走一小步 认真哦 没有,都很认真哦 你真话说 再来再来 是哦,我还厉害 第二,你最近有跟你的孩子 一个礼拜内哦 有跟他说我爱你的 往前走一小步 你真的有问题哦 你真的有 真的有问题哦 你为什么什么都做到 大家可以开玩笑的 大家要往前 好,来 既然没有跟小孩讲 总开始跟老婆讲,对不对 好,来 最近一个礼拜有陪老婆散步聊天的 请往前走一小步 陪老婆的哦 走半步对不对 为什么为什么 走一半而已 走一半都不算了 好,第二个 有关老婆的哦 有跟老婆最近一个礼拜 有说我爱你的 往前走一小步 忘记讲了 好,既然没讲我爱你 那至少最近一个礼拜 有拿钱给她的 往前走一小步 哎呦,你还理直气账 你拿多少钱 我才拿三万元啊 哦哦哦 我也要做你老婆 不是这 俺台湾怎么这么好哦 你何时西 nut kikura 哦哦 是你喔 你有疼我嗎? 疼你怎麼? 這是對的 不會管錢人 把錢人給誰管? 老婆 我的錢都不會老婆管 這句話好不好? 非常好 可以把他錢存 越短越多對不對? 一定的 好來 現在這樣看起來 大家都表現不錯 適合你要留下來 沒關係 你也要留下來 那其他都可以畢業了 畢業了 來來來 我們先問他再問你 你為什麼做得這麼好? 為什麼? 因為 可以說所有 喔 不能因為所有 不能太簡單 我們是男生 然後要有肩膀 你家還有一個男人 一個庫存 你家還有沒有男人 還得 幾歲啊 沒有什麼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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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趕快回去 男人要有肩膀 因為他很好 真好 來來來 貴姓 貴姓 雙目 林先生 林爸爸 你家有幾個小孩? 兩個 兩個 好不好帶? 不好帶 幾歲跟幾歲? 兩歲而已 為什麼會不好帶? 聽看 我們今天來就是來關心 對不對 不然我來幹什麼 對不對 就是來關心 不過你說什麼 什麼樣 什麼樣狀況下不好帶? 你說 真的 很高 很高 小孩 拉伏 哦 拉伏 手來手去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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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要 要對不對 想法要先改變對不對 所以跟著我講一句話 啊 祖先的基因好啊 祖先的基因好啊 對啊 這樣會講話 你看你怎麼不聽不聽不聽 哎呦 祖先的基因不錯喔 會講話 那孩子回來說 請問 這兩個孩子都聽你的話嗎 會 這個孩子跟你多近有沒有距離 有一點距離 有一點 我說的距離是心理上的感覺 就說 不說很聽的 我不懂事嘛 所以你把他畫來畫給人家 比來比提嘛對不對 所以有一點距離吧 應該是吧 那這個比較近還是比較遠 比較小可能近一點點對不對 近一點點 是不是到這裡 那但是他有時候會看哥哥嘛 哥哥不聽話他就跟著學對不對 好來喔 故事來了齁 他呢 他跟你有近有遠 有一點距離吧 等一下 你很忙嗎 他是不是很忙的爸爸 很忙嘛對不對 所以常常在外面 你現在在外面 這個都有影響耶 真的在影響他們家 真的在影響他的努力感的來源啊 你現在畫出來說 趕快把飯吃完對不對 你大概都在喊這些吧 小孩 但是我是選擇性的老 我是對勢的 來 我來我打你一頓再說 來這邊講給他 聽啦 我的意思是你講給他 我要問一下說 我這樣也是對還是 對啊 所以我就是要問你 來啦來 掌聲給他 現行犯 現行犯 嘿嘿嘿嘿嘿 沒有 沒關係 你那什麼狀況 是他是不是 我都是 那你講一個例子狀況 什麼狀況下 你會打他 等一下 我有善不打原則 善不打 第一 我動情緒 我不打小孩 如果你在 我只要心中 你會只要生氣 你會有一點氣 我就會打 這個掌聲 這個好 他不是因為個人公司被罵什麼 第二 我不亂打小孩 我一定是打手 我打 這個咧 掌聲 掌聲 第三 算了大錯 我不打小孩 因為躺平我會很緊張 我會不會很緊張 不然你什麼時候打他 小事情 譬如 譬如說 像小孩子他很習慣就是會 手指很會放嘴巴 然後我說 來來來 哪一隻手 他說 哪一隻手 哪一隻手 然後幫你處理 這一隻 我會把他那一隻 因為我會很痛的他 我會很痛的他 所以他再怎樣 他都不會就觸犯到 有一些小事情的方面 好 那你既然問我 我就趕快跟你講個真話 再過來一點 因為你大了 很認真在看我怎麼回答 重點是這樣子 那個 那個手 變這樣的話 是因為他很焦慮 你大了 更焦慮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 那我們要轉為他的注意力 然後我們就講別的故事 好好玩喔 所以也不是 喔 我跟你講 那個小狗狗 小狗狗就這樣跳來跳去 好好玩耶 你知道嗎 你一定要聽這個 他要聽這個 探索子女身心的情緒秘密 孩子有一些行為表現什麼什麼 是他有一些情緒的秘密在裡面 這樣你聽得懂嗎 所以如果我們從心理學 跟一個人類的生命 他這樣下意識的動作 其實是他有一些 我們講說身體有情緒秘密 你來講一遍 身體有情緒秘密 你那懂這句話嗎 就他會有些什麼動作 其實是代表他潛意識下意識 有些感覺 有一些他的不安會怎樣怎樣 所以不要去強化那個部分 反而要淡化那個部分 然後 我們耶 你們這邊一隻手 耶要一隻手 然後這個 對啊 為什麼都只有一隻手 來再來一次就好了 好來三二一 耶 對喔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險今天沒有多帶影片 您可以上網去找我的資料好嗎 來家長 今天有沒有收穫啊 有喔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那個 吳俊瑩老師 我很喜歡看到那個爸媽講很大 我幾乎每個禮拜我都要收看 那其實呢 如果老師啊 他真的經驗很豐富 包括情緒管理啊 喔 我都有上網去看喔 他很很努力在成長喔 現在呀 也都一直在出書 對 那其實他有給我們很多學習的機會 那 你也是我的偶像 哈哈哈哈 對啊 我超喜歡看到那個爸媽講很大 我的小朋友 今年是國中跟高中 所以我也是當媽媽的時候 當媽媽才知道懂得怎麼做媽媽 所以我一直在調整 一直跟我的小朋友在進步 我不敢說我自己把小朋友交得很好 可是這個我會陪他一起成長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小孩子喔 讀書好不好到其次 真的喔 在社會上如果做個一個有用的人喔 才對這個社會真是有很大的作用啦 好 那我們大家奉勉之 那最後我們最謝謝我們的五爹老師 謝謝 謝謝他接下來給我們指導 謝謝